在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看来 要谈责任 夫妻俩都难辞其咎 可是即便知道自己的行为 存在原则性问题 李女士也依旧没有改变态度 密室里 她再三强调了自己的诉求 也是有责任 我没有考虑她的感受 对 但是我就想能够脱离她的监控 只要能够不看到她 李女士对丈夫的排斥感不言而喻 可是密室的另一边 刘先生渴望挽回妻子的想法 也是非常强烈 我希望了夫人把家维持好怎么够 那今后好好地关心 快安抚了 刘先生向我们做着深刻的检讨 但是在观察员刘怀博看来 这些都还不够 刘先生最应该想明白的是 妻子是个怎样的人 她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 你要去进一步地认识你老婆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就是人比较很单纯的那种 就有点思考设防流 就她可能愿意跟你走进婚姻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看到你身上是可以依靠的 你对她是包容的 甚至有种作用的 但在这个基础上 她想要的更多 希望你能够是一个温暖的 风趣的 有情趣的一个大哥哥 但是在你们之间 就是当你发现她 有些事情做得不好的时候 你使用的那种方法 你去纠缠 你甚至去跟她吵架 就未必 其实都是在把你老婆推得更远 都是在让她进一步地确认 你不值得 观察员刘怀博 想让刘先生明白 面对一位单纯且并没有那么成熟的妻子 她需要拿出足够的胸怀及温暖 来包容去体贴 而不是一直揪着妻子的错误不放 采取一些偏激的方式去对待她 这样只会把妻子越推越远 对此刘先生诚恳接受 但这段婚姻的主动权 如今在李依女士手中 观察员廖喜玉 此刻正尽力劝导着李依女士 她提出了一个建议 这样的给她半年的时间 假如说她还要让你感觉到非常难堪尴尬 这种监控中我支持你 她现在做的事情已经无法还回了 那就这样的三个月可以吧 不可以 那你这么解决 现在来这里我就已经很拒绝了 我这十几年来我一个人带孩子 我让她半点关爱 她还一天到晚的茶 关注你的感受 你也要在乎她的感受 她是很偏激的那种人 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你凭什么到处去宣扬我的这些事情 你弄得我在哪里还能生存 待得下去吗 我觉得这一次调节都调节不了 只有走法律程序上述 李依女士对丈夫的行为充满了愤怒 态度如此坚决 不留任何余地 观察员廖喜玉 随后将她的这一态度 转达给了刘先生 但是她目前就觉得 你对她的监控 她就觉得好压抑 她的气意 面对妻子的决绝 刘先生也不再纠结 决定成全妻子 她提出了自己的离婚条件 两个小孩不得给一个 可是当观察员廖喜玉 将她的这一要求传达给李女士时 当即遭到了李女士的反对 这两个小孩子都是我带大的 凭什么就是说一个都不给我呢 在孩子问题上 夫妻双方出现了巨大分歧 观察员廖喜玉健壮 将两人叫到一起继续协商 那么最终密逝出来 他们之间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